近日,重庆几个本地大会相继发消息,称胡歌国庆节期间到山城买房了。 从网上曝光的照片来看,当天胡歌没有戴口罩和帽子,但打扮低调,全身黑色系,如果不仔细看,根本认不出来。 另一张照片里,胡歌坐在一张办公桌前,右手拿笔一次再签文件合同。 胡歌跟工作人员合照,依然保持着胡子造型,双手乖乖地背在身后,表情略微严肃。